大家好,我是摩根,今天说一下鬼骨子该怎么玩,装备推荐这一套,明文推荐,调和,怜悯,梦言 4点移速,对自己手法不自信的话,可以把调和换成狩猎,10点移速 鬼骨子其实跟其他辅助一样,需要做的事情有几点 这是所有辅助都应该做的事情 一是跟打野,为什么辅助要跟打野呢?也不是一定要跟打野 如果你跟队友双排下路,你拿个名是跟射手也行 如果你是跟路人排位,建议去跟着打野,这么说吧 打野是带节奏的,但是跟对面技术相当的话,是不好去带节奏的 这个时候会陷入一个窘境,就是别人来反野,自家打野打不赢 自家打野去反野,不成功,抓人老是出错,这就形成了劣势 所以辅助跟着打野,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不能跟射手呢?很多小伙伴都玩过路亚路 辅助跟射手是常态,高端局辅助也是游走 为什么到了王者荣耀就一定要跟着打野才能赢,才是正确的 其实很好理解啊,路亚路并没有王者荣耀的经济来得快 如果辅助跟了射手,还能缓慢的发育,保护射手啊 跟着打野呢,如果能一抓一个准还行 如果抓不了,那就没任何经济了 但是王者不同,经济一直在涨 出件辅助装,就可以开始浪了啊 如果说跟着射手在下路安稳发育 其他路杀翻天了,你着不着急,对不对 三,辅助该干嘛 辅助跟着打野的时候,你就是个会移动的眼石 把对面的走向,任何不安的因素 全部扼杀在摇篮里啊 打野去抓人的时候,你配合着放技能就行了 能有多难呢 四,拿命跟对面重要的位置换人头 这个是最值得的 因为你并没有他之前 这个节目眼了啊,就别怂了 有可能他就缺这一分钟的经济 会让下一波团战更加难打 该换就不要犹豫 辅助是让队伍有优势的 是付出的位置 包括去拿命换对面重要的位置 这可不是耿直,不是满夫 是会计算 鬼谷子这个英雄也算是辅助的标杆型英雄了啊 控制状态,快速支援都有了 虽然被削弱了 玩好了还是非常强力的 这个英雄的精髓之处啊 就是在合适的时机 用二技能尽可能的把对面重要的位置圈到一起 打出1.5秒的僵持效果 打好了就是一波带走 如果看见人就瞎按瞎吸的 哥们你是对面的吧 这波我跟马可换掉了 我感觉超值啊 因为他有40秒的时间没有任何作为 我们的队友啊 却可以做更多事 大家看我的位置啊 一直没出现在对方视野里 他们就对我的防备会降低 这样我才能出其不意的打出最致命的控制 从而拿下胜利 如果我出现在他们视野 他们看着我隐身过去 我还有机会吗 机会需要多方面的细节去创造的 不要等多思考你也可以的 去试试吧 鬼谷子赛季初上分还是挺效率的 不过要学会判断 要把它当成刺客去打 打出控制和打出致命控制 和打出让对面懵逼的控制 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啊 谢谢大家的本次观看 我是摩根 不嫌弃的话就帮忙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